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HG的激战系列已经发布将近两年了 这期间我们是做了塞巴斯塔 做了古铁 后面还出了亡灵等机型 但是因为虚高的定价 基本上都破发了 今天这款胸脚Mk2 也是我近期比较关注的一款模型 因为比较像高达嘛 拼装完毕之后 我个人感觉 以一款HG来看待的话 这款模型有很多地方的表现都比较突出 爆肝脸梗 大家多多点赞收藏分享支持 今天咱们就来看一看这款胸脚Mk2的表现 是不是一台很棒的 高达 模型板件包含光束军道特效件总计是7块 并且内部又附属了一个地台 而模型官方定价是来到了4500日元 比塞巴斯塔 古铁 亡灵都要贵 这个价位已经是踏入了MG的门槛里了 太贵了 模型雷价采取了消光面质感 表面很细腻 但是胸鸟的配色比较深 像是水纹之类的情况会比较明显 而且外露水口也比较多 后期需要耐心整理会好一点 首先先来说一下分色 这款胸脚Mk2的贴纸补色 只有这一小点 分别应用于头盔背面的传感器 头盔正面的传感器 双眼 还有武器准镜的传感器这么一点 而其余所有部分都是分件分色 首先比较简单一点的 就是外甲的一部分黄色的分件分色了 像是肩甲或者是裙甲 这里要么是使用了空结构内嵌上去的 要么就是利用分件卡榫对接上去的 这些表情倒是平平无奇 在驱动的腿部 这里除了内嵌的一些黄色分件之外 中间还有一层黑色的分色 这款模型的处置方式就是 在腿部以黑色框架为基础 内嵌黄色分件 而为了实现周围的黑色分色 在外层再套一层蓝色外甲覆盖 虽然说没有内构 但是在腿部基本上还是套了两层 这是我没想到的 而在胸口部分的黄色领口 和胸部除气口夹缝这一小条分色 则是利用共用分件思路安装上去的 这个效果表现我认为还挺理想的 而头部的分件也比较细致 眼睛部分和头部监视器共用的分件 红色眼眶也是独立分件 再配合上一体的面罩和下巴结构也算精致 而且监视器外框采取了白色配色的关系 头盔是需要利用夹层结构去进行分色的 面颊两侧的白色分件就好像是水口碎屑一样的大小 就能感觉出在头部分件的惊喜程度了 不过也有一些不足 比如说金甲部分或者小臂部分 都是采取了前后盒或者左右盒为主 接风的表现还是太过于明显了 背包上也有类似的情况 还有就是刚才说过的 这款模型的水口表现 我感觉并不是很友好 但是总的来说分色的细致程度 有些地方的表现还是让我挺惊喜的 大家也可以给目前的分色表现来打个分 而外观方面 胸鸟马克兔给人的感觉还是挺厚重敦实的 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 做出什么明显的体块改动 经典的蓝黑配色 黄色点缀 一股子提坦丝配色的味道 也算是胸鸟特征之一了 而作为胸鸟的外观设计 一直以来都和高达有着斩不断 厉害乱的关系 在头部 胸鸟马克兔采取了微型贴线配置 头盔单侧带有一个尺寸极小的机关炮 仔细观察炮口 是采取了一点朝下角度 勉强算是避开了天线位置 而面部造型方面 黑点 绿色双眼 红色眼眶 面颊两侧也有颗线细节 还有下巴的突起结构 这个面部表现以高达设计来衡量也算是比较俊俏了 很正 大家可以给这个脸部表现打个分 不过脖子分件设计非常简单 就是一个双头球形关节 用来满足头部的抬头 低头 旋转 以及左右的小幅度侧摆 看似狭小的空间干涉并不多 而且关节手感异常紧实 使用性还是可以的 在胸口关节设计比较特殊 腰部采取了一个关节组 末端球形关节 底部球形关节 前端连接在胸口位置的卡榫 用来实现腰部左右侧摆 因为腰部装甲分件也是采取了可动设计 可以伴随一点让位 配合起来表现还是挺好的 而在中段腰部带有独立的轴心可动 在使用的时候 无论是挺胸还是翻腰 活动范围都比较清晰 背面带有一点关节穿帮 不过平时有背包遮挡 正面则是关节组部分给出了一点细节 是因为内构 腰部的旋转主要借助的 还是腰部下端球形关节来实现的 整个关节组的表现还是非常紧实 而在躯干侧面 也是内嵌了一个前身关节 在引出的时候 本身已经是可以实现45度左右的幅度 而在肩部关节 这次也是采取了一个关节组来实现的 侧面球形关节位置是多分割了一段 也可以弯折一点 这样的话躯干前身关节配合上球形关节 在配合上肩部关节组的结构 会大大增强手臂的前摆幅度 最终表现接近90度 肩甲利用衔接位置实现独立平台可动 肩膀最终的平台角度在120左右 并且可以看到 肩甲的内衬部分还配置了一个出气口 手臂利用球形关节可以实现垂直旋转 手感是非常紧实的 在手臂上端可以水平旋转 而刷脚部分采取的 就是比较常见的三段式关节设计了 取得表现非常好 可以轻松的达到肩甲位置 而在其中一侧手臂可以选择搭载一个战轮发射器 在内部给提供了一个未发射前的渲染战轮 如果说想实现发射的话 先把这个给取出来 模型里面还有一个已经连接了线缆的发射状态的战轮 刀片已经展现出来了 而另外一侧安装到发射器的内部 就可以实现发射状态了 不过需要提一点 这个发射器和手臂的连接是非常紧实的 装完之后想要拆卸下来就会有点费劲了 加上两侧框架转折位置比较薄 千万被给捏断了 另外就是没有安装发射器的手臂上 被裁留一个凹槽 平时看到的时候会有点耐眼 在模型内部除了默认的握持手型之外 还额外提供了一对开张手型 在根部则是比较简单的球形关节连接 前裙甲部分为球形对接 通过剪裁可以实现独立可动 掀起幅度是比较强的 侧裙甲为一个单片分件 采取了球形关节连接 并且针对顶部平台 是给出了一个开槽来增加可动 整个幅度表现还是挺好的 但是球形关节连接并不可靠 侧裙甲非常容易出现脱出情况 在侧裙甲内部是配置了一个光束军刀剑柄 拆除以后可以和模型内部的光束军刀卡扎件对接使用 是胸娘Mk2的近战装备 后裙甲部分虽然分色表现也不错 但是非常倔强的保留了结构不可动 其实现在有很多新HG已经给出了后裙甲可动 我感觉是不太应该的 而在中间带有一个隐藏的外翻卡榫 外翻之后可以用来对接光子步枪 不用在武器上留卡榫的设计 我感觉还是挺好的 这次胸娘Mk2的造型虽然说比较扎实 但是腿部占底其实还是比较长的 在腿部和胯部的连接设计是非常简单的 就是一个不可动的直装 不过因为本身前裙甲已经提供了大范围的掀起幅度 前踢表现也可以超过90度 还不错 但是后裙甲不可动 后踢幅度就非常弱了 侧裙甲提供掀起空间以后 侧踢水准也能达到90度 大腿上端可以水平旋转 但是因为大腿顶部装甲被提的比较高 包裹了关节组 活动范围就比较有限了 在膝盖部分是采取了三段式处理 最终屈膝幅度大概在150左右 小腿后方比较厚会抵住 而另外小腿部分虽然分件还不错 但是膝盖部分的装甲和小腿装甲是集成在一起的 在模型上并没有采取分割处理 倒是在关节分件上做了一点管线细节 所以屈膝的时候也不会产生难看的结构空当 还行吧 脚踝部分的关节设计比较特殊 脚踝护甲加上小腿下端装甲是利用球形关节固定在一个关节组上 整体带有一些球形可动 小腿下端护甲也是球形可动 在小腿下端带有关节的柱形卡榫 可以实现护甲包括脚掌的前后摆动以及旋转 而在脚踝关节组的连接部分 还有一个独立的侧摆关节 可以实现一些内摆接地 不仅如此 在下端采取球形关节连接脚掌 也能够实现一些左右旋转 还有侧摆动作 所以在脚踝部分的关节设体表现还是非常强悍的 而脚掌方面尺寸很大 为胸长MG2提供了比较稳定的站立 并且在一些细节部分的分色表现也不错 而且作为HG 脚掌底部结构完整 没有任何偷脚 而脚掌部分采取了一个巨大的卡托咬合 然后再来实现的分钻可动 几时度还是挺好的 对于模型的整体可动表现 还有关节手感 我个人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接着我们来看看装备 在身后背负了一个推进器飞行背包单元 上下两点固定安装在后背上 背包的表现我个人感觉就比较简单了 呈现的是辅助翼半展开的造型样式 而左右两侧单元带有可动的位置 仅仅是和背包中间连接的球形关节 虽然接触镂空结构也实现了一定的分色 但是背包部分并不具备什么可玩度 在手部可以握持的远程武器有两把 一把是光子步枪 说明说上说明了实际上是中性粒子炮 枪体结构虽然简单 但是采取了一些白色分件 观感表现还挺好的 而另外枪柄可以弯折 在底部带有一个隐藏卡榫 不知道后续应该是怎么使用组合吧 在重力炮上也有一个更粗的卡榫 不装背包的话倒是可以连接在后背来进行搭载 而重力炮部分尺寸被营造的还是挺巨大的 在顶部还带有一个小横梁 可以用来手部踢拎 真正要使用的话 在底部有一个装甲盖板 咱们先开 解除两侧握柄的锁定 然后握柄向两侧翻开就可以了 中间位置带有一个和胸鸟本体对接的卡榫 我们需要把胸鸟的装甲翻开 再来和凹槽进行对接 重力炮的使用样式就还原完毕了 虽然说放置位置类似 但是和胸鸟的黑洞炮相比起来 重力炮的造型冲击力还是略逊一筹的 对于这款HG胸鸟Mk2的综合表现 如果说以一台HG来考量的话 我感觉还是非常优秀的 像是全身外甲在分色部分的体现就比较下力 头部分在构成的面部细节也比较精美 关节表现稳扎稳打 像是肩膀或者脚踝都有非常突出的表现 而对于后续其他HG的关节设计 也可以适当的参考一下 要说模型本身的不足 一个是深色材质感水文控制确实是一般 再一个模型外露水口比较多 速度学发时间处理 但是我感觉这些都不算什么问题 最大影响购买因素的就是4500日元的定价 这个价格可以选择很多种MG了 为什么要去玩一款HG呢 所以对于这款模型我个人的建议 如果说胸鸟MG2和他的前辈一样 都难逃破罚了命运的话 那等到降价的足够便宜了 再去体验一番 才会感受到精妙之处 好了以上就本期全部内容了 制作视频不一 大家喜欢视频的话 多多给视频点赞 收藏分享支持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